讲到了国朔 帮我们插播看个分 来 居民请上来 今天大盘是收最低杀尾盘 观众朋友 大盘是收最低杀尾盘 国朔是拉尾盘 收掌停板 这可是冰火物充天 对 没错 所以个股的走势还是蛮强的 就要看个股的表现 但他今天来看的话是连续大涨 原则上来讲 可能明天震荡会比较剧烈一点点 有震荡拉回如果接近这个五天线 再来做承接会相对比较安全一点点 周线是28.67 而且今天流了很长的打下去 把它买接的下影线 出大量 因此周线不追高了 不强劲 因为正怪力太大 所以周线拉回来想买再买 再来华金科 那华金科来讲 它是一个元宇宙的概念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华金科的基本面 那华金科因为它的一个产品 其实我们大概注意一下 第一个它是跟元宇宙有关 第二个是车用产业的部分有关 那一般来讲 我们先拿个这个 先用个白板来看 我们来解释一下 我最喜欢这名画白板 来解画 如果是一个已经有的产业 那基本上它有产业周期 就有谷底过成长 然后大概有这种类似S型的一个走势 这是已经有的产业 画得好不好 画得非常的漂亮 那另外我们等一下来看 这个是谷底 对对对 先写一下 我们写一个谷底 谷底 然后这边是一个成长 成长 或者是扩张 这个就是这样 对 写错字了 再来 然后这个地方是这个山顶 就是景气的这个顶峰 那接下来是开始走衰退 所以大概如果是已经有的产业的话 那基本上它有这个产业的生命 这个景气的循环周期 这就是一个circle嘛 对 这边是成熟吧 对不对 到顶了 这边就走下坡了 所以请问一下 这个地方跟这个地方 一跟二应该是好的 对不对 对 那然后三跟四应该是不好的 对不对 对 好 再来继续 那我们来看一下已经有的 不过我们举例 像这个网通 大概是走到这一段 等一下 网通是这一段要挂红色 因为他是好的嘛 所以网通 再是一跟二的这一段 再来 那网通是从谷底开始走向成长 那另外呢 像海运类股 他目前应该是在顶峰 海运的部分 像这个货柜海运 那基本上来讲 最好也是如此而已 可是不是说明年 他会再涨价 对 现在这个海运类股 有个问题 就是说 他的因为塞港的问题 所以呢 运价部分下不来 但是他的运量会减少 我运出的一个次数会减少 对啦 我跟你讲 就跟那个翻桌率一样 如果呢 今天我在麦当劳 麦当劳有十桌 我瑞涵呢 坐在麦当劳从早上八点坐到晚上八点 你看他怎么翻桌 对 就是站的位置 站太久了 我没办法卸货 我无法在第二趟 对 所以海运类股的问题会出现在这个地方 所以海运类股大概就是 这个景气已经到顶峰 可能最好也是如此的 可能随时会从最好已过的一个状况出现 那这个是已经有的产业 如果是一个新的产业 他会走这种模式 他一开始是导入期 先把这个产品导入 导入 因为一开始没有嘛 比如说像低轨卫星 以前没有啊 现在开始导入这个低轨卫星 是的 是的 所以他是新的东西 那是会有一个导入期 当然 那接下来开始成长 进入成长期 这个地方是股价涨最快的这一段 对 然后接下来到成熟期 这个是熟 一样是成了 不过他是成熟的成 那接下来开始进入衰退 所以如果是一个新的产品 像元宇宙 他就属于走这一段 对啊 因为元宇宙现在都还在导入期 导入期 我把他讲白话 是不是叫做杂资金 对 找伙伴团队 进入到元宇宙 抢日后的大饼 我讲的是Future未来 没错 所以现在还是这个嘛 对 像元宇宙阿达斯电动车 都是从这个地方 从导入开始进入成长 甚至像低轨卫星 都是这一段 所以我们现在找股票 大概两种 一个是谷底已过 开始进入成长 另外就是新的产业 从导入开始进入成长期 这个大概就是目前 我们要寻找的一些产业的方向 请问找A 这边 或找B 这两大类应该续航力 到2022的明年 甚至像这种 在未来的三年 应该都还有商机 对吧 没错 没错 所以告诉你 这个股票是买未来的 股票永远都在找未来 不过去找过去看过去有什么用呢 没错 所以麻烦把紫色记清楚了 没错 清掉之后来看刚刚那我们先来看华晶客 因为华晶客是做这个元宇宙 他主要是跟这个镜头 或是光学的这个系统有关 那我们知道元宇宙 AIDAS AI等等都算是这个导入到成长期的产业 对导入在刚刚成长 就是我们刚刚前面那张B的形态 右边那边 对右的形态 那他有做这个5G VR光学系统的供货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是5G的VR 他是这个XR SPACE 是一家之前的这个宏达店的这个董事长 他去周永明先生他去开的啦 那主要是做这个虚拟的眼镜 那眼镜吗 而且他是第一款的5G AR 那我们看他形态 这个是扬声器 扬声器就是你要让声音出来的话也可以 那你用耳机也可以 那这一台的这个5G VR的这个 头戴式的一个装置 基本上来讲是广达做组装代工 那他的光学系统就是华晶客来做的 那里面呢包括USB Type-C 那包括电源功能跟音量的按键 还有一些光学系统 那光学系统这一块就是由华晶客来做 所以他是算是元宇宙的概念股 他真的有在出货 华晶客做的就是镜头光学系统 没错 那他以前是做数位相机 他现在开始做AIDAS的环车影像的组装 那供应给纳智杰 那他也打入了也加入这个MIH 就是红海的这个电动车 那西手高通打造这个5G智慧工厂 就是AI加AGV 就是自动的输送系统 那日月光投控在高雄的自动工厂 基本上就是用他的一个系统 那亚马逊我们知道 他的一个配送也是很发达 那另外像ISPR影像处理器 那供应给包括小米手机 另外像这个PC的惠普 另外像Sysco其实都用他的这个ISPR影像处理器 好华晶客的K 对那今天来看的话是有点震荡了 就是这个有点带点上引线 不过呢 从他的一个趋势来讲 可能这一两天还会有震荡 主要是面临到前波的压力 时间拉长 对他前面有个压力48块多 你看这边出量 所以如果不带量过 这边是套牢压 对所以大概是目前是准备化解前面的一个套牢区 不过从产业的趋势来讲 因为他刚刚从这个导入期进入成长期 所以如果有震荡拉回 倒是可以留意一下 颈线的部分大概是12 3块 这部分如果有拉回倒是可以留意 赞喔 好最后一档标的 好最后一档是合情控 它是网通的设备 当然这个北欧挪威的电信 的5G供应商是他 网通不就刚刚你画的那个 对因为网通是本来就有的东西 所以它是一个产业的景气循环 那当然包括这个一般的家庭用的路由器 或者说我们的分享器 那包括基地台跟网路 其实他都有做相关一些设备 我问你 有两个礼拜一次热然财经分享会 家里的房间要不是有装一个那个网路强坡器 也没有办法 我告诉你我以前都这样一直断一直断 一直断Lag 所以那个强坡器 网路相关的他也有做就对了 他都有做 中美基建就增加这个网路相关的一些需求 那零组件的缺货 目前缓解 他今年这个上半年之前表现的没有那么好 或者整个网通组件没有那么好 主要是零组件缺货 那这个情况明年会改善 所以网通产业会重回成长 他就进入从这个谷底开始走出谷底的状况 就是这边到这个地方 走出谷底成长 因为Sircle是长这样 他是这一段 那子公司造型是台湾第一家 通过这个美国资安机构 这是麻省理工学院里面的一个研究机构 那主要是查这些网路的漏洞 比如说网路设备可能会有被害的情况 有一些这个可以钻的漏洞 那他会帮你揭露这些漏洞 另外呢 看怎么改善 他是第一家 那西手这个诺盾打造这个次世代的智能防火墙 那Wi-Fi 6呢 这个Wi-Fi 5的升级板 速度可以快三倍 需求很强劲 那前三季赚了2.1 理论上来讲他的一个成长性算非常高了 一倍多 本益比也不高 好 赶快看一下监控 今天来算刚刚是突破了 所以这个形态来讲 如果能够突破的话 这个走势的话应该可以持续流行下去 您看哦 他具备多少特色 可以当饭板了 下降轨道线一越过果然转墙 震荡整理之后 突破了箱形上缘 又在另外一阶 所以挑股票方法一 挑股票方法二 对吧 没错 而且是初恋往上的 对 OK OK 可以留一下续航的力道 是不是来到了箱形的下源 因为通常居民交过嘛 这箱形越过 如果有机会回撤 来到这边再来买 对 三十五块钱左右 那个股都扫描过咯 什么叫最坏已经过去 最好请小心也快要过咯 懂了之后来看大盘 对 那大盘来看的话 最近的高点是上礼拜的17988 那一样我们用我们的二分之一的方法 这个我们说这个方法很简单 那第一个从这个 以后就叫他二分之一米 对 没错 OK 这个技术指标 我们之前提告过说MCD值要翻正 可是大家有没有翻正 大家有没有觉得他翻正的力道不是很强 对啊 要正不正的 对 没错 而且他这次过高 其实我们看指标是没有过的 背离啊 因为价格过高 这个MCD是背离 还有KD死亡交叉了 对 那高档背离加上MCD的正值是往下 加上量不够 因为这个量啊 2700多亿 连3000亿都不到 所以原则还是一个整理的结构 不过呢 如果我们看他的K线 一样17167涨到17988 总共涨了大概821点 一样回档一半 大概17577这个位置 只要没有跌破都算非常的强 所以回档一半 821乘上二分之一 你也可以把821除以二哦 就知道大概是多少点 然后再从17988减X就知道是17577 没错 OK OK 那所以他最近这段时间拉回 我觉得也不错啦 因为这个指标本来就不是攻击 量也不是攻击 可能外资不在嘛 所以给他整理倒是好事一件 但是呢OTC指数已经领先过高了 所以中小型的提债股啊 还是呈现一个轮动的结构 那大盘的支撑就我们提到 回档一半的位置 这地方只要守稳 其实都没有问题 那大盘只要去挑战18000 基本上来讲M cities要转正 当然这目前是转正 但是力道不够啦 加上扩量 现在就是没有量啊 外资在休假 所以呢这不然讲 大盘可能进入整理 但是呢OTC的个股表现啊 应该还会持续下去 换句话说 如果我在今年的最后一天 像看到了18000或18034 再建历史新高 画下今年的完美据点的话 那么A它得有冲 B它得转正 C它得扩量 对没错 好 感谢Jimmy非常谢谢您 请回座 开始整理了 先来看他的量大六党热门谷 先谢谢他了 从华航到华金科核勤控 但是呢我们再跟您简单 白板来个小补充 这个图画的真好 他刚刚说 一般的产业不外乎 这边呢是谷底最坏已经过去 来到这边呢是成长期 来到这可是顶峰了成熟了 而且提醒您哦 来到这可能会走不动 这边是下弯 所以呢这就是衰退了 所幸呢这个地方现在呢 是网通处在谷底跟成熟期 因为5G之后6G 还有低轨卫星等等 是在这咯 另外一个是在 如果它是刚刚的新产业 那不好意思 它走的就是这样哦 因为像包括了元宇宙 这边是导入期 也就是我刚刚才投入资金的导入期 慢慢的钱陆续的到位了 然后才要往上做成长 所以君敏提醒了哦 最好的可能已经过去了 因为这边已经来到了顶了 很有可能像货柜啦运输这些等等 可是呢现在我们要挑股票的 叫挑紫色的 A类比如说像网通 陆续还在成长阶段 或未来式的镜头啦 元宇宙啦 要挑AB这两大类 这就是呢六档个股当中的 刚刚有图哦 陆续呢看它的资料 像这个是成熟 应该说呢 慢慢在成长型的新产业 元宇宙 包括华晶科的镜头哦 那网通呢 当然就是看核金控咯 这些我就不一再念过了 因为它的期待性商机 还会再往外扩散啦 那大盘呢 大盘也简单 因为外资已经雷场了 量才会不足够 所以呢 刚刚君敏说也没关系啦 反正外资走了量不够 我们就会陷入整理了 陷入呢 大概会在17577到18之间呢 陷入整理 那为什么17577呢 会有强力的支撑 因为呢二分之一理论这么一算 17577就会有手 现在反而是中小型股的天下 所以贵买才会再创 14年来的新高 只要哦 第一个就是17577 接手注都不破 第二个 MACD呢在年底前 终究守在正 而且正还要再长大 第三 扩点量超过3200亿 以上如果都到位的话 那么不排除 在今年年底可能会看到 万八之上 再建历史新高 但前提要做到 因为现在MACD啦 KD啦 都带来一点点的扣分了 以上结论 居民正确吗 完全正确 感谢您了 进广告 回到现场之后 这也正确 但它的正确呢 没有人告诉我们 那到底哪边 SPACIAL呢 明年苹果 有六样新产品哦 让国粉 玉糖 告诉你 莓糖 君 emperor led 成熟 医学 у m